现在酒驾情势还是蛮猖狂的 比方说在台中这名正姓男子 违规其人形倒就被拦查 浑身上下都是酒气 而且不肯表明自己的身份 态度非常的嚣张 听说要酒侧竟然直接拔腿狂奔 跑了整整400公尺人被压制 那重点来了 他其实除了是酒侧之外 同时还是无照甚至还违规 所以警方一口气对他开出三张罚单 三张加起来其实已经来到了20万 另外我们要告诉你 其实这边发生了契机车相撞的事故 就在苗栗 那么酒侧发现的驾驶跟骑士 两个人都喝酒上路 男子违规骑上人行道 全身都是酒味 却不肯表明身份 态度还很嚣张 你身份证知道 我怎么要跟你讲 讲话就讲话不要动手碰我 喝完酒你骑车 我什么都喝完酒我骑车 你现在就是喝酒了 怎么看好不好 怎么看 等一下酒侧出来你就知道了 听到要酒侧 男子低头故意滑手机 结果下一秒竟然八腿狂奔 你喝多少啊 男子在大马路上狂奔四百公尺后 被警方当场压制 由于他拒绝酒侧 被开出最高18万元罚单 又发现他无照驾驶 再开一张一万两千元罚单 加上违规其人行道 可以罚六百到一千八百元 三张罚单将近快二十万元 男子坚决拒绝酒车 警方依法举荷 并当场搅扣机车牌照两人 另外在苗栗苑里镇 二十号晚间 也发生了九架车祸 当时休旅车要左转时 追撞前方的机车 骑士人车倒地 全身多处擦挫伤 对双方十四九册后 双方九册值均超过法定标准值 只是没想到 除了撞人的休旅车驾驶 九册值零点三二 被撞的机车骑士 也超标九册值零点三七 两个人都被一公共危险罪送办 记者菜团 张艺之彭光举 台中苗栗 采访报道 警方长 independ许 请 解采访